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人口政策问题,我都想承接我们上次讲 即是由医疗开始讲起来 因为现在有很多,以黄荫康医生为主 再加上很多医疗团体都说 我们现在经常看病,都会看到有内地人 或者一些内地人一申请单程证 立即来申请洗肾套餐 罢了医疗资源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我们讨论 究竟新移民这个人口对于香港的医疗系统有多大影响 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呢 第一件事,当然没有当然比有的 在分配资源来说,多个人当然会 数学上计算了 数学上多几人,多几多 但是现在讲到就是什么呢 新移民通常一定是病的 来香港特别爆很多资源 这个我就不太同意 因为问题是,如果你看医生增加的幅度 其实是比大陆的人口是多 即是新移民的人口的增幅是多 如果你问我 新移民的人口当然会影响到医疗制度 但它最多的影响就是 它令到我们香港少了一个 原本因为人口负增长 而可以令到医疗包袱没有那么沉重的机会 但是你说香港今时今日的医疗问题 完全是因为新移民呢 我就真的不可能去接受 我先这样讲,好吗 新移民呢 我想你六七十岁都很难来香港 也有的 少一点 多数都是年轻人 现在中位数是三十多岁 那些年轻人的人呢 当然在三四十年之后 这些新移民 这些新移民应该会影响到 未来现在那群反对的年轻人 有些人说现在医疗病床都听到国语了 现在他的批判都不是说几十年后 现在讲医疗 我觉得某程度上唯一一个 我有客观说 我问我身边的朋友 他真的觉得近这五至十年 他看症遇到大陆口音 或者说普通话的人是多的 那毫无移民一定会影响到呢 事实很简单 因为有100万个新移民 当然会遇到越来越多 讲国语的人 另外一件事 都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在大陆 他们的健康或者医疗制度差 所以他来到香港 比如三四十岁 就开始发病 他们发病的机会 可能是会比其他人高 他们会接受医疗的货币 在数学上 我又不是特别觉得 大陆的医疗差 但是他说没得计算 因为我朋友说 你是没有坑程证和居港满多少年的数据 究竟有哪些人是新闻 看什么证 因为我看大陆的人均年龄 就是那个寿命 大陆都七十几 香港八十几 相差十年左右 大陆的人均的寿命是不低的 甚至多过很多欧洲国家 所以我是觉得 就算是死也没死得那么快 相对来说 如果纯粹数据 他死也没死得那么快 他会不会在大陆吃坏化学东西 来到香港就发病 在大陆通常 未死得那些病 死不了那些病 长期病现在才是最大的货币 会不会是这样呢 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个医生的亲戚就跟我说 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都证据不到 但是客观上来说 我经常都觉得 住屋、交通、医疗 是没有可能 跟不同的新移民的人口 在香港越来越多是无关 就是唯一一样东西是帮助的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教师永远少讲这件事情 就是教育 因为原本很多学校是杀校的 就多得多了新移民 反而舒缓了杀校 但是其他问题 很多时候都会面对这个情况 那你要怎样看 这个所谓的新移民在香港的问题 如果没有了新移民 一年少四万多人 那肯定是好一点的 但问题是当然我们会在这个政策上来说 究竟没有了新移民会有什么 差异效 那肯定有很多问题 暂时不能说 只是说少了那些东西 不是少了那些人 问题就在于 我想要有几个客观的数字要讲的 第一就是在97之后 97到现在接近二十年 接近二十几年 OK 在97之前的二十二年 和现在的二十二年 我记得 例如75的时候 大概香港人可以四百万 而97的时候就是六百万 六百万多一点 现在就是七百万多一点 其实无论在增幅和幅度 现在都比不上当年的 第二就是香港的人口增长 如果没有了新移民的话 就是负增长的 现在负增长 负增长三万多个 三万个左右 现在香港的人口增长率 在很多国家来说 都算是不高的 甚至以新移民来说 你看见 欧洲都是黑人来的 大家都看到 在美国 新移民增长率 新移民增长率 很多地方 新加坡就急速增加 香港是不算高的 只能够用这样的数字 但问题当然我同意就是 没有新移民当然好一点 所有东西都少一点 没有新移民有些好处 有些优点有些缺点 但香港临乏接受的缺点 这样的意思 我也代表一下 年轻本土派的发声 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 新移民 其实我听过一些上等阶层 上流社会 上流阶层的人说 新移民提供很多的劳动力给我们 它是帮助到我们 解决这个人口老化问题 大家年轻人 第一个人想 你不要说旧市 旧市四百万人加到六百万人 那时候香港还有很多地 给你建屋 现在的地去哪里 就不够地 第二个问题就是 解决人口老化问题 现在科技这么窗迷 你能不能用人工智能 用机嫌去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一定要用人口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还用GDP 去衡量香港的经济 出现了 现在我们不介意香港经济 PK 我们不介意 GDP暴跌 因为GDP升跌 对很多低下阶层来说 影响都是没有分别的 到时你会无功做 无功无功 让我看到时谁会死 究竟是你这些中上阶层的人 大事点 还是我那些中下阶层的大事点 这些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觉得 没什么所谓的事 我先讲一个问题 根据我们20年3年的决定 通常就是 如果死的话 就多数是最高层和最低层的 因为最高层的 它多capital 那是不死的 那洗碗的 都不会死的 通常死就是你中产阶级 我只是讲死而已 通常如果永远在经济不景的时候 萎缩的就是中产阶级 而是最低层的是好事的 最高层的也没有事的 那问题就是 你那些年轻人是属于哪一种 现在很多人自我觉得是属于低下阶层 是 但问题是属于洗碗 你如果做微下洗碗 不是的 现在洗碗的人工方向高于民众 是 那就是 所以问题就是 有一些低端工作 其实低端工作 西移民的确是不受影响的 但问题就是 其实你要多一些这样的人口去衬托你 那些人工低于衬托你 你的意思就是 没有新移民 谁洗碗是否你洗 那我就代表年轻人说 没有一个洗碗碟机他洗 你是不是用一个洗碗碟机 你是不是用一个洗碗碟机 洗碗碟机很麻烦 那我做个人工智能 一个洗碗碟机行不行 现在有这么多新移民 你当然没有意欲去投资这些地方 到时你没有人洗 我又不肯洗 那你看看你会不会发明一些机器 就是意识 当然啦 这些经济推论 就是你说我又我说的 那我只是觉得 其实两边的意见 大家都可以听一下 但真正的重点 其实还没开始说 就是想说这个人口政策的问题 现在就有很多的所谓的政治组织 政党 社会压力团体 他都会批评香港政府 喂 你这个特区政府都没有人口政策的 就是我听见这件事 我是很想作呕的 为什么我会想作呕的地方就是 你知道什么叫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在他们心目中就是 你收回单程证 选择哪些人来香港 那这些就叫做人口政策了 麻烦你这个不是叫人口政策 这个叫口号 这个叫做叫人去做一样东西 人口政策的意思就是 你将来的人口结构有什么发展 因应这个人口结构的转变 应应了一些没办法改变的事实 然后作出一些事实 这些最蠢的地方就是 单程政策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事实 董建华曾荫权都可以上过北京 和大陆去揮单程政策 结果什么差都没有 难道你们这几个人 叫立法会员收回单程证 那就可以收回得快 这些不是叫做政策 这叫口号 我们讲讲中央 刚才我们谈过 对于单程证 很简单 我和周显大师有一个共识 就是收回单程证这件事 是比争取真普选更加弱 是因为那个属于中央 他觉得是主权问题 这个主权问题和钓鱼台同等级 他为了这个单程证问题 我觉得是不惜一战 真普选不同 基本上去到最后一个地区事务的问题 我搞完我之后殖民 或者我派一些人来去操纵选举 什么都好 还可以搞得行 给你拿回究竟有哪个人可以来香港 其实就是等同我割让了主权给你 我怎么可以容许这件事 但是我们再说回 然后同意这个方法 我们再说回那个叫做人口政策 真正的人口政策是什么 因为很多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不可改变的事实 譬如说日本仔 现在大家是不搞事 不生仔 这个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或者有一些人口政策 或者一些新移民过来 美国已经有很多新移民过来 新移民所以 所以 所以 有得跳整那些就叫政策了 我不让那些墨西国人可以再拿居留权 给和不给这个就叫做政策了 日本仔 他鼓励多些女性投入职场 我仍然坚持不让外来的移民进来 我只是给某些公众的移民申请 这些就叫政策 收回单程证这件事 就不是政策 因为你是做不到的 做到的才是政策 还有就是所有的你即使做到 你尽量去改 你不能够说 我总而言之 我收不到单程证 我做什么都不讨论 现在香港的政客压力团体 包括阻家和泛囊 我真是最讨厌的地方 你收回不到这150个单程证 做什么都没用 我什么都不讨论 做什么都没用 是不是就代表什么都不讨论 那就对了你 因为招土 其实这个是招土派的想法 其实当年我记得 郑松泰也曾经议员曾经说过 但可能他现在的控制 他说 黄州就不要建公屋 因为建了公屋 他说我都不讨厌新移民 那就不如不要建 我又不反对这种逻辑 你也是说 这个逻辑就是 就是说 什么福利都不要建 东大而山就不要建 这些似乎你又不讨厌新移民 其实应该所有公屋都不建 因为所有公屋都会讨厌新移民的 应该所有大级 所有医生都不理 都会讨厌新移民的 因为又讨厌新移民的 你所有福利都要讨厌新移民 那就不要搞了 这个就反而似一个人口政策 就是招土的人口政策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我反对 所有政策都是帮不了 解决不了150个的问题 所以我就什么差都不做 这个就不是叫政策 这个是招土政策 但他们又说继续维持福利 这个就不是叫政策 所以我觉得最讽刺的地方是 很多开口埋口说 特区政府没有人口政策的人 其实他们自己就是最没有人口政策的那个 因为你就觉得 如果那个政策弄不了 什么都搞不定 什么都搞不定 但我又不招土 继续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就是 叫做解决了问题 这个是掩耳道 你可以说特区政府的 人口政策做得很差 包括评估人口增长错误 有很多资源分配不均 但他不是没有人口政策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我其实也认为他没有人口政策 我承认特区政府没有人口政策 我只是认为反对那些都是没有人口政策 我觉得特区政府是有人口政策 但有一个很差的人口政策 但是如果你认为收回单程证做不到 什么都做不到的话 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做不到的话 这个就真的不是一个政策 好 下一次再讲其他话题